內地當紅小身鬥囂 最近被人拍到密會穿著粉紅色衣服的粉紅女 兩個人一起回酒店 入升級時還情到龍時 濫濫濫濫 雖然女方的樣子蒙茶茶看不到 但也有不少網友柯南上身 發現超年穿過跟粉紅女差不多的打扮 就說她是想中人 想不到隔了無奈 兩位當事人透過微博大方派狗娘 一起發文公布戀情 仰靚身材正的超年一直都大把人追 單身了這麼多年 還遇到營外 超年的好朋友阿Jam 立即在南方的社交網上留言說 對她好點 而豆曉就巴希回應 我會照顧好你老婆 超年見到都說感動到想哭 其實超年跟豆曉的戀情一早就有跡可尋 兩個人上個月曾經在內地出席品牌活動 當時超年也有在社交網上再活動的照片 還踢了豆曉 不過就friend鬆了她 據知早派林俊傑開concert時 他們倆都有約著她看鬍 戀情逐步浮面 豆曉就被人翻炒她的情史 她試過在2016年時 之後跟內地女巫蟹夢瑤傳飛聞 這位蟹夢瑤就是超年同父義母的弟弟 游君的現任女朋友 關係認真大得亂 當時她們倆就在微博上載了一張照片 是她們跟二次蟹夢瑤媽媽的飯局合照 於是就被網友說她們拍拖見家長 而蟹夢瑤在豆曉和超年認愛之後 發文澄清說她們倆只是同事關係 還說當年合照的女士是以前公司的老闆 她還祝福豆曉和超年幸福快樂 話是說 最近何家三四房的兒女都發展中港戀情 未有著落的超雲 又會不會找回內地男朋友呢?